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 是不是跌上涨了 27点 四星金星科创新高以后 不能追 他稍微再平盘整理 换阳明光上来 武峰 这我也讲好几天了 那重点是大盘 昨天跌了300多点 外资大卖 今天是不是只跌了 昨天很多老师偏空 不敢买 甚至叫你要谨慎 今天全部都大赚了 我说今天是最好的差别 你要去分辨 哪些老师是解盘 哪些是操盘 解盘就是看图书故事嘛 长了300几点 外资大卖 今天涨上来了 又是大赚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重播 我的重播从来不更改 昨天怎么谈的 一清二楚嘛 昨天讲的重点在哪里 操弄预期 根据我操盘30年的经验 央行的工作本来就是怎么样 维持稳定 当大长以后 阴派就抬头掉下来 当大跌以后 割派就出现 连续涨一个月 不能继续涨 那连准备是连续的阴派 割派 阴派 割派 阴派 这个叫震荡阻底嘛 所以中错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大盘今天只叠 我也不是用猜的 也不是死多头嘛 你要了解法人 在想什么 你要有充分的法人操作经验嘛 你才知道 美国领准会FED 他做什么工作 不断的反反复复 这底部就形成了嘛 所以当这个重错来的时候 你是把握机会偏多 我说这两个人 如雷贯额 在这里 第一档 都加码 报上有写 可是很多投资人看过就忘了 经过一两个月都忘了 问哪一天把资料找出来 事先讲嘛 今天哪些人是在解盘 去看昨天就知道啦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操盘是真正出手赚到钱啦 解盘是怎么样 昨天跌的时候呢 不敢讲 保守 甚至换空 今天一涨上来 又赚钱啦 昨天跌的时候 之前跟他谈到了细致财 全部大赚创新高嘛 那这几天又跟大家谈什么 这上礼拜喔 看到五峰对不对 这昨天啊 昨天大盘那些300多点 他还涨啊 公益店有轮涨嘛 今天有没有大涨 大家看一下 阳明光 正在拜五嘛 这里地方涨五层以后 在这里整理啊 整理一个半月 自身来了 他生态点又出现了 那我说这里整理完了以后 他有机会创新高 挑战这个位置嘛 他建议是不是涨停 他建议是不是涨停 我有没有事先讲 只要一出现涨停 跟细致财一样嘛 跟生计股一样啊 每个老师都有啦 整起来创新的嘛 五峰监院长就连三红啊 今天去27点嘛 长了有300几点 那有国别的党连刷去3天 那代表什么 跌300多点 跟他没有关系嘛 我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你不要去买台积电就好了嘛 要外资卖的一定是那一些啊 今天大半呢 我说机会都在啊 今天五峰是不是涟三红 他现在除袭跟除权 这样是不是涟三红 我说这样可能看不清楚 我把它还原全职 他就是创新高了嘛 对不对 那这整理是不是整理末端 这样是不是创新高 他是不是涟三红 包括台阳 昨天前年还在讲 冒出头了嘛 我说这里整理末端 对不对 这跟之前在这里一样嘛 上涨整理冒出头了 会不会往上走 那不管怎么样呢 第一买轮涨嘛 就是不要追涨 那你看到大涨以后去追 你赚不到什么钱啊 那不小心呢 你又会套牢 光约电脑轮涨啊 他是涟三红 这低价股啊 二三十块 低价股 足底第一买得累 那有些投资人认为 我一直谈息制裁 都高价的 那这个低价股呢 台阳也是低价股啊 阳民官一百块左右 也不高啊 重点在选股 重点在滴满 而不是怎么样 高低价的问题 大跌的时候 跟今天涨的时候 解盘跟操盘的差别 就在这两天 那有时间呢 可以去看每个老师 他的重播 昨天的 你就可以分辨嘛 哪些人能真正带你赚到钱 再看一看OTC 一根长红都上去了嘛 他走势绝对跟大盘不一样 因为他是中小型股 索马股 时机 不会等人 大盘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台积电 外资在卖台积电 但是中小型的 OTC的 走势完全不一样 时机 他不会等人 一档一档 轮涨往上走 但是涨上去了 就不要去追 我说这个地方呢 你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嘛 像之前跟大家谈这一档 就五峰啊 连三红 那最近很多投资人呢 在期货被扒来扒去的 我说这个地方 操作上呢 是一个高难度的 怎么样赚钱 那今天大盘止跌啦 那还有什么股票 可以皇帝去布局的 希望你跟上脚步 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兔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昨天跌了300多点 很多投资人 很多投资人很恐慌 今天马上止跌了 那今天小涨了27点 那一来一回 差别很大 买对股跟买错股 或者报错股 差别很大 我说这个地方 有些投资人 你可能需要换股 那另外呢 昨天一直花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的 这个很重要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预期 当大涨以后 如果FED 联总会 等于是台湾的央行 他觉得大涨呢 他不想让它涨 鹰派就抬头了 马上中错 当大跌的时候 FED不想让它跌 割派就出现了 逐底向上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道琼能够连续涨一个月 因为这里中错 割派抬头 那涨了一个月 鹰派又抬头了 那这代表什么 从头到尾 FED它本身是鹰派 也是割派 大家看过神鬼交互没有 是神也是鬼 但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叫稳定股市 就稳定股市 这里中错以后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要选举了 最简单的 就跟台湾一样 选举红利 两年一次 对不对 吃一下台湾政府的豆腐 也可以 那美国也一样 那央行费的操作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加码 他们不定是对 算是你要去想 有钱人的思考 他的思维 是怎么有钱人的 变有钱人 机会来了 他会去想 大家恐慌的时候 他会去想 然后去求证 国断出手 一定有原因嘛 如果没有这连刷 去一个位 是怎么贪 那最近这个地方呢 又拉回 那这里是支撑 第一个你要去学习 有钱人是怎么想 那第二个呢 你要做好功课嘛 你要功课先做好嘛 机会来了就出手嘛 杨明光功课先做好啊 这里如果止跌 那往上他就有机会创新高嘛 就跟这里一样啊 这一段 我们代会员赚了五成嘛 那这里有没有机会 再赚个五成 你要做功课嘛 不是今天涨停了 又去追 那金星哥大传 创新高波段以后呢 今天没去嘛 那你去撂 有贪钱 没贪嘛 那今天杨明光是不是涨停 今天很多老师在讲 杨明光啊 为什么昨天不讲 前天不讲 那因为今天涨停嘛 守住啊 中小型 索马股嘛 有没有 元宇宙又是嘎空 又是光绝股 那还有呢 今天利多出现啊 最大的利多 一定是涨停以后才会公布嘛 那你事先有没有布局 它也是 苹果概念股啊 因为苹果的元宇宙呢 明年要亮相啊 所以要事先布局对不对 结合VR AR要跟META一较高下 这个才是真正的利多嘛 那不然你看杨明光 目前它EPS多少 它股价多少 那多少人去换空 如果你不了解内涵 你就被嘎嘛 是不是嘎空 见七早八早涨停 哪一党最具代表性 杨明光嘛 平盖股 又是苹果元宇宙 又是热门股 监视涨停 那会不会创新高 我认为会啊 就跟这里一样嘛 五成对不对 自身来了 古本十一亿 这个叫中小型的索马股嘛 那索马以后呢 你就是续报 这样就奏教嘛 就很简单啦 操作有那么难吗 真正利多出来啦 这是锁住 不是去追 那你要做好功课嘛 今天去多少 今天去27点嘛 该涨的股票都往上走啦 那明天下礼拜 我说机会一直都在 但是你要掌握轮涨 你做好选股工作没有 明天下礼拜 要不要出手 这里是多头 但是不会立即涨 它还是涨涨跌跌 那重点是股票嘛 该换股的要换股 该出手的就要出手 因为机会来了嘛 想赚钱 一定来得及 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拖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投赌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大凡未来会怎么走 还是整理 因为量没有出来 它不会一下子往上走 而且在选举的时候 不管是美国或台湾 只要维持兜头架构 它也不希望你涨太多 那这样子会怎么走 底部垫高 底部垫高 对不对 然后不要涨太多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高难度操作 你怎么样去选股 而且它在轮涨 那我昨天怎么讲 那有300几点 最佳买点出现了 因为恐慌 那之前八月初 就是因为恐慌 所以细制裁 才会撞波段 八月初在这里 这个地方八月四号 是不是恐慌 那时候大家在谈工业电脑 谈阳明光 谈建汉 可是这个时候 细日财是最佳买点 涨上去以后 接下来换阳明光又上去了 我说用法人的筹码 这是八月的筹码 上去啦 到现在 我唯一讲 有一点错误的地方是 我说这里涨1000点 拉回500点 涨1000点 拉回500点 它多跌了200点 但是一样底部跌高 那你看到这些涨上去以后 再去追涨 你赚不多了 这八月初 你对价一下大盘 八月初 那你就创新高 高点在这里 买对买错差多少 四星 力望对对 金星 但是你看到大涨以后 再去追价 他今天休息了 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可以逢低去布局 我们再回到上礼拜 八月离烂 这是五峰 八月离烂 这是台阳 八月离烂 这是阳明光 那接下来 阳明光是有往上涨 五峰一天 两天 包括今天 大涨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你要提前布局嘛 第一买 对不对 你才会做教嘛 我都说话前哦 我说我在操盘 不是在解盘 那今天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昨天跟今天差别很大嘛 你就可以分辨哪些老师 他是在解盘嘛 解盘就没有出手 会员没有赚钱啊 那未来的机会一直都在嘛 那些解盘啊 老师呢 只会带你追价 那现阶段想赚钱 一定来得及嘛 那你看一看OTC 机会不会等人啊 现在五峰是又涨了 他是往上突破 那是不是连三红 昨天大凡跌300多点耶 整理末端上去了嘛 台阳说就说 今天又起啊 是过去了 那会不会继续涨 这些是低价股啊 不是细事财 一直讲高价股对不对 高价股低价股都有 都一样嘛 那问题是什么样 低买你才会赚嘛 那你要好好做功课啊 像今天阳明光 涨停啊 这个叫锁丹对不对 七炸倍炸 会创新高 整起在这 整起在这 利多出来了嘛 一定是涨停利多才出来啊 一定来得及嘛 第一买你才会赚啊 一路往上走对不对 那不管是武风 或者西智财都一样嘛 中小型的成长股 一支一支去走 往上涨的不要追 机会都在轮涨 你需要是一个 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自己要把握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